内务府五品郎中还是个酷丝 哎呦喂 好大的官了 按雍正皇帝那句话说呀 这永定河里的王吧 都比这种官要多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咱们的书馆 听我一个人挨这啊 跟您穷摸道 书接上文 今天啊咱们继续讲着紫禁城当中 母与子之间的故事 今天咱们要聊这妈妈儿子呀 有意思了 怎么呢 因为他是一位妈妈呀 和好几个儿子的故事 这个儿子呀 这其中一位都是亲生子 这另外都是养子 当然啊 我再次跟您重申 咱们说到这紫禁城里边啊 皇家的养母与养子的关系 您不能和咱们这个民间 养母子之间的关系做比较 这民间的养母子啊 在这个道德法律 以及我们固有的观念上 应该和这个亲生母子 是没有区别的 这母亲抚养了儿子呢 这儿子对母亲啊 就有赡养的义务 在清代的后宫当中啊 并不是这样 很多这个养母与养子之间的关系 只存在于这个档案上 他们之间呀 可能并没有那么的亲切 原因就在于这亲宫当中 这后妃生产以后啊 无论是皇子还是皇女 都不会在自己的亲恶宁身边长大 照顾这些孩子的生活起居呀 那都有什么看妈儿 哄妈儿奶妈儿 这些个所谓的下人老妈子 那么辅于教导这些天家贵宙 该由什么人承担呢 这皇家呢 就会给这些皇子阿哥们啊 选择一位身份贵重 品格高尚的后妃 负责抚养 通常啊 这皇后没有那个功夫 只能在后宫啊 这其他的嫔妃当中挑 这就引出了咱们今天这部书的主角 康熙年的惠妃娘娘 她的亲生儿子 就是康熙皇帝的皇长子 执郡王 当然后来被废了啊 可以说是废执郡王 印之 这养子呢 就是八个印寺 九阿哥印堂 和十阿哥印鹅 您看啊 这些养子里边啊 只有八个印寺 和这惠妃娘娘的关系 是比较亲密的 其他两位阿哥呢 对惠妃娘娘啊 她也是尊敬 但是关系就没有那么的亲近 关于这件事啊 咱们后文书还要展开说 有人说这惠妃娘娘啊 是这个康熙年后宫四妃之首 关于是四妃之首啊 这一点啊 我们还有得聊 您看是这样啊 她为什么说这康熙年 会有这个四大妃呢 在这皇的后宫当中 妃子往前说呀 她有这个皇后 有皇贵妃 有贵妃 怎么会无端端的出现了 这个康熙年后宫的四大妃 这么一说呢 这康熙皇帝的后宫当中啊 她有皇后 在有这个康熙朝四大妃 这种说法以前呢 已经有了这个孝成人皇后 和孝昭人皇后 不过这两位皇后啊 虽然是后宫之主 在昆宁宫的主位上 可是寿数都不长 于是啊 这康熙皇帝就觉得自己命应 肯定是克皇后 于是自此呢 就再也没有立皇后 把本来啊 应该策立为皇后的童家室 进封为了皇贵妃 她不是不想给自己这位大表姐妃子呀 这个皇后的位分 而是她怕呀 给了皇后的位分以后 这个大表姐呀 也会应年早逝 在这个童家室主理后宫 一切事务的同时啊 这位惠妃娘娘就已经显出 她在后宫的地位来了 这些皇子们一出生 就先移到这个惠妃娘娘的宫里抚养 虽然这惠妃娘娘的家庭出身并不高 但是她这会儿啊 在宫里时间最长 获得妃位也很早 在这人性人品上啊 那也应该是极好的 不但非常聪慧啊 而且呢 行为比较端正 深受后宫其他的嫔妃们的尊敬 这才有了呀 这印寺印堂印娥 他们是这惠妃娘娘 养子这么一说 那么一日长两日短 这些皇子慢慢的长起来了 十岁以后了怎么办呢 有的皇子啊 就回到了自己亲恶娘的身边 也有的皇子呢 就为皇贵妃同家室 留在身边抚养 您比如说吧 这个四阿哥印针 和这个八阿哥印寺 那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我想很简单 那就是这同家室皇贵妃啊 喜欢这俩孩子 所以呀 就留在身边了 哎 说到这儿了 其实很多朋友都得有疑问了 这不是还没说 为什么会有四大妃这种说法吗 这就得说到康熙三十五年 在康熙三十五年以前啊 这同家室贵妃娘娘 被转正 转正成了皇后 可是没过三天啊 这位孝仪人皇后 就撒手人寰崩式了 看样子 这康熙皇帝 克皇后啊 那还真是没错的 于是这老皇上啊 自个儿也看开了 算了 就这样吧 什么皇后 皇贵妃呢 干脆 这皇后 皇贵妃 贵妃都不立 就让这后宫几位啊 有身份 有地位 早入宫的老妃子呀 共同执掌内宫嘛 其实啊 我还是理解康熙皇帝的 这原因绝不会是这么简单 当时啊 这些皇子们都已经长大了 立谁的妈妈为皇后 那就是间接许了这位皇子 以后就是这皇位的继承人 康熙皇帝 是绝不会给自己找这份麻烦的 当然了 他后来的麻烦呢 也不少 那么这四大妃是怎么来的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 当时啊 在后宫当中 这惠妃纳拉氏 怡妃锅罗罗氏 德妃乌雅氏 还有这荣妃马家氏 肯定是这后宫当中最受尊崇 最有地位的嫔妃 但是这四位娘娘之间 又是怎么分高下的呢 哎 这就来自康熙三十五年的一封书信 康熙三十五年 康熙皇帝御驾亲征墨北草原 他给这后宫嫔妃啊 就写了一封信 他的书信当中啊 排列他们后妃的顺序为 延禧公妃 义昆公妃 永和公妃 中翠公妃 等等等等 那有人说是不是康熙皇帝就是随时兴起就写了这么个顺序呢 那肯定不是 康熙皇帝是一个非常注重排位次序的人 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您不用怀疑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考证的 也就是当年的文献资料上所记载的 只能是第二位和第三位 这义昆公妃啊 就是那位宜妃娘娘 永和公妃呢 是雍正皇帝的亲恶娘 就是德妃娘娘乌雅士 那么这惠妃是不是住在延禧宫 这荣妃是不是住在中翠宫 关于这一点啊 我们缺乏这个直接的历史资料 也就是说正经的宫廷当上啊 没写过 我们只能从一些旁旨的资料上来推测 您比如说这内务府底的 关于这康熙皇帝 十二子映娥这一栏里是这么写的 温喜皇贵妃宫内出生 延禧宫抚养 成婚后咸安宫居住 分家分府后出宫 这里边啊 也没说这延禧宫就是惠妃居住 但是我们从这惠妃娘娘啊 是这个隐娥的养母 就可以推断出 当时惠妃娘娘很有可能住在延禧宫 你看有点绕脖子吧 所以说关于这个惠妃娘娘啊 她是不是住在延禧宫 当时我们并没有直接证据 而且要说呀 这康熙三十五年 惠妃娘娘和这个荣妃娘娘 两人比起来呀 地位上也是不分伯仲 这一个呢是大个印子的生母 一个呢是这个三个印子的生母 在康熙三十五年 这两个较大的皇子啊 都是康熙身边的红人 这两个人呢可以说是不分伯仲 也就是啊在这四大妃的排序上 我们还有充分的想象空间 但是呢咱们现在呀没有必要那么费劲 在这个研究出正经的学术成果之前呢 我们还是可以就认为 这惠妃娘娘就是四妃之首 咱们今天啊这惠妃娘娘的上半部书啊 咱得把这个惠妃娘娘的身世 身份地位讲清楚了 这个地位啊 咱们基本上啊算给它捋顺了 那这个身份身世是如何呢 这会儿我就怕那个电视剧派跳出来 有人就说哈家活的了 这惠妃娘娘那这身世了不得了 他的堂兄啊 就是康熙朝赫赫有名的众臣纳兰明珠 哎他那个侄子就是那个后来 比他爹还有名的诗人纳兰姓德 那么说是这样吗 他完全不是 这简直了就是这个电视剧 康熙王朝瞎编出来的 首先说这两个人呢都不是一个宗族 那有人说这不都是这个纳拉士吗 这惠妃娘娘啊 她是乌拉纳拉士 那么这纳兰明珠呢 她是叶赫纳拉士 有人说不对吧 我查过宫廷当啊 这惠妃娘娘的爸爸 那可是内务府 五品郎中索尔和 是个库斯 纳兰明珠那边 他们家的掌门人 就是这个纳兰明珠的堂兄啊 就是索尔和 内务府五品郎中 还是个库斯 哎呦喂 好大的官了 按雍正皇帝那句话说呀 这永定河里的王吧 都比这种官要多 那么人家金台吉家 这个孙子索尔和 又是什么人呢 就是这个纳兰明珠的堂哥 人家生下来啊 就习了世袭 一等男爵 兼云其位 当然了 后来因为家族啊 犯了点事 被降为了二等男爵 那有人就说了 他爵位是男爵 他就不能做个 五品的库斯吗 没有没有 官啊 人家是做过 二品 利不侍郎 您啊 别让这电视剧带偏了 这俩索尔和呀 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您记清楚了吗 这惠妃娘娘出身并不高贵 她是这个内务府 整皇旗 褒衣出身乌拉纳拉士 父亲是郑无品郎中索尔和 得嘞 今儿天不早了呀 这惠妃娘娘的故事啊 咱们就先放在这儿 没关系啊 咱们明儿接着讲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得嘞 咱们呀明儿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